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维新圣教就是这样子充满了深的希望 我们在这次的新冠肺炎 在2020年很少事件 维新圣教不缺席 马上在当年的5月2号开始 就举办全世界195个国家 都请他们的 把这些温审来这里为他加持 我们也在5月底到6月初 来写那个气字 写那个佛字 来超度全世界196个国家的温审 来化解怨怨 来给他们有净土可以去 尤其在2020年的7月开始 连续99天的大法会 都是为全世界196个国家的温审 请他们来到台湾 赐给他们五股耶 卖啦 米啦 古类啦 等等粮食 每天都供养全世界196个国家 都写上每个国家的名字 我们都用五股来供养 全世界这些国家的温审 让他解冤事解 让他能够吃得饱 在2021年年初 又请了全世界196个国家的 天地阿拉 多写所有国家的阿拉 来到台湾 为他们 请他们 共同来 为世界这种灾难 共同来 祈福 祈福 来消灾 让这个瘟疫 渐渐地 平息下来 维新圣教 天下太平 不是用喊口号的 是用真实的行动 真实的法 来做 达到天下太平 这条路径 维新圣教 传了 义经 风水 宗教 首先 维新圣教的义经 老祖师尊开示 有八句真言 第一个真言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来学习义经 首先可以达到 做人处事可安心 我们每个人 不管你哪一国国家的人 来到这个世界 做人处事是很困难的 什么事情该为不该为 什么事情该如何来处置 这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 义经 马上可以告诉你 做人处事 这样子来做 让你能够安心 第二个 他会让你身体健康 心安宁 我们全世界的人类 都需要身体健康 尤其修行者 你没有身体健康 什么都免谈 什么都等于零 所以首先要身体健康 义经 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 你生病了 贵人在哪里 你生病了 医药在哪里 你生病了 医生在哪里 百发百中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法 你都不用摸索 也不用听人家讲 那个是名医 都没有用的 让你身体健康 第三个 让你做事工作可顺心 我们来到这个社会 我们要努力 我们都要工作 我们不能吃 没有工作的粮食 大家都要工作 来为整个人类 来贡献你的一己之力 再来就是 让你为大人小孩 皆聪明 再来就是 修行道上可见性 以及 让你家庭圆满一条心 家庭圆满一条心 是多么的困难 你不要小看家庭圆满 全世界有多少个家庭 没有办法圆满 疫情可以让你家庭圆满 最后达到 国家社会见太平 这个就是 学习疫情 把你整个人生 整个过程 所需要 所遇到的任何问题 在这八句都能够解决 这样子你就能够 把这条路就很顺畅了 再来风水 我们知道 每个人都要一个家庭 家庭的风水如果不好 那就很惨了 很惨了 我的孩子在美国 他又买房子 他就传来给我看 我用了二十几个房子 都不能住了 美国了 美国都一样 他的房子不能住了 是不是 为什么他要卖 因为他不能住啊 美国的一样不能住了 要溜了 不要换了 他拿给我看 不能住 所以全世界的人 都需要住家风水 让你能够住得平安 住得健康 住得快乐 不是只有住家 还有办公 还有公司工厂 还有机关等等 还有很多 维新圣教最可贵的风水就是 有体有用 体用兼备 这是非常高深的学问 这种妙法只有在维新圣教 才有的 在全世界要找到这样子的方法 太困难了 再来就是 修行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不是只有工作 当然要修行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灾难的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的 这个都需要用修行的方法 宗教的最可贵 修行的最可贵就是 结缘事结 消灾化解 这个是 欲经风水 没有办法达到的 就是要用修行 在修行 这个 范围里面 当然要有很多的法 遇到什么状况 遇到什么个人 你用什么方法来修行 这个 维新圣教都展现得非常地完美 修行之后 我们人都会往生 我们每个人 到百年后都会往天国去 但是我要请问你 你真的能够去吗 你真的能够到天国吗 好 维新圣教 就在修行的当中 每三年就是晋升一个国位 这是不得了的法门 每三年就给你晋升一个菩萨的国位 一个上天的国位 每三年 所以总共要八个国位 八三 二十四年的修行 在这二十四年的里面 让你平安 让你吉祥 有国位之后 你年纪到老了 到准备往生了 你心就会安 所以在维新圣教 把这个修行 不但入室的修行 以后往生的地方都替你准备好了 这是一个如何 如此可贵的法门 这个法门不是只有台湾的人可以修 不是的 全世界196个国家的人民都可以修 维新圣教是一个宽宏大量的 是一个包容性的宗教 你现在信的是耶稣基督的 你现在信的是任何一个宗教 你都不用放弃你原来的修行 你都不用放弃你原来的宗教 你的法门都不用 你就来多修行 维新圣教的法 这样子就可以让你学好之后 回去帮忙你们的所有同修 你们的所有同胞 你可以去帮忙他 一方面具有你自己本来宗教的法 又可以拿到维新圣教 告诉你的法 去帮忙你所有的 修行者以及你那个国家的人民 这个是无上的大法 我们今天有维新圣教的 一经风水 以及修行的法门 俗户大公无私 可以公开的 毫不保留的 也不用费用的 来传给你们 让你们拿到这个宝贵的法 来贡献你的国家 贡献你的社会 贡献你的宗门 在这里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接下来我们请到 美国波士顿大学孔利维教授 来为我们做主题演讲 让我们掌声欢迎 非常谢谢大家 来参加这个圣会 那么同时也叫做养生的技术 那么我把这个养生的技术 分成八大类 那么这左边 这个是在内在的养生修行 另外的话呢 是在对世界外在的 这个养生修行 那么在道学的传统呢 在自我的这个修行 在内部的话呢 我们有各种的做法 比如说呼吸吐纳 吐骨纳斯 那比如说去导引行器等等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导引气功太极等等 还有呢 有这个行器 那这是这个或者是叫做小周天 那么就是在身体内部呢 移动你的气 另外各种各样的静坐打坐 比如说静坐 呃 纯享 读经等等 这些 就是在内在体内的 我们的修行 这就是你自己要修行 比如说你在你这个 也 闭关的地方 或在家里可以做 那么对于傲在 外在的互动呢 我们比如说有在饮食上 食疗啦 灾啦 闭骨啦 这些 那么根据季节的 转换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饮食做个转换 那么这样一种食疗 甚至于断食等等 那么在性的方面的话呢 也包含了这些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情感上的 以及所谓的防中术 那么这也是我们所强调的 这个时空 风水这些 当然还有 不挂一经 命运等等 所有这些不同的这个养生 那么都是属于道学的这个 这个修行的不同的层次 有三个这样的一个层次 在道学的这个修行 从开始的话呢 是从我们的疗愈 那么就是气的流动 以及我们的吐纳等等 我希望能够气 能量呢 也能够保持得住 所以就迎到了 走到了第二阶段 就是所谓的养生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就是要强化你的健康 通过你的物理的这个技术 让你更强大 到了第三个层次呢 也就是所谓的永恒的 那么就是道学所讲的永恒 那么就是从自我的这个 这个灵性的这个提升 那么养生的技术的话呢 那么其实呢 在医药跟宗教之间都有关系的 那么第一个有系统性的这个描述 来自于西元前二世纪 那么第一次在发现在这一个 马王堆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资料 就是练习的这样的一个图 那么从那个之后的话呢 这样的养生的技术呢 整个在很多的文献上都出现了 那么同时呢 有不同的书籍出现 那么在道学里头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 这个展现这个技术的模式 以这整个历史来看 那么最早的话呢 它是来自于医学的 所以呢是讲到了 怎么样的恢复的技术 比如说在西方的物理的治疗 就是其中的一个 比如说生病的话呢 我们怎么样经过治疗 能够完全得到健康 那么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那一旦有健康的话呢 我们要做预防 那么因此我们必须要强化 用各种方法来练习强化身体 那么提高免疫力 那不要再生病 再来呢就是这个优化 优化你的身体 达到更高的一个境界 那这个怎么在这个道学里头展现呢 那么这是呢 其实也来自于医学的 这样的一个描述 那么转移到道学上 从出生 你一般都有这样的一个路径 所以呢你有出生的话 寿命有若干年的 这样的一个寿命 那么在西方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寿命 在东方呢 就是这样的一种描述 就是说你可能用 有生病 有医学 医药来使用等等这些 那么在东方我们叫养生 以食物的 以这个锻炼了为主 那么有了生病了之后的话 在西方呢 如果你没有治疗的话 你可能就会提早死亡 因此就有医学的产生 那就给你医学 医药给你 让你使用的话 治疗的话呢 你就可以回到原来的 健康的一个状态 但是养生的技巧的话呢 就还超越了医药 用这样养生的方法呢 来让你的寿命能够延长 那么可以持续使用医疗跟养生的话呢 那么你就可以达到你个人的 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寿命 那么达到最佳的健康呢 用最好的身体的这个功能 身心的功能的话呢 其实呢 不是仅仅没有症状而已 还有必须整个要有一个身体动态的场的这样的一个和谐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动态场呢 它并不是一个像西方讲的 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场 那我们必须要用和谐的动态 跟自然共生共同的和谐 那么跟宇宙融合在一起 我们的这一个修行呢 其实它最早来自于农业的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呢 在这个种植上 在这个地上种植呢 你一开始的时候 必要好好的来这一个施肥 然后需要空气 需要的阳光 需要好的土壤 把它才能够转移成好的这个植物 你可以这个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 有24年的这样的一个修行 很类似这个样子的 我们种植之后呢 也能够好好的用这个地下跟地面 这个植阴跟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就是太阳跟雨水这些 要持续的支持它 那么让它能够成长 那然后呢 你自己就像我们在身体上一样 你要有一个对身体的愿景 看怎么样来能够修行 让你身体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的这个程度 那么自我的这个想法呢 你可以想象你是一个园艺家或者是种植蔬菜的人 怎么样去种植这样的一个植物 怎么样去爱 甚至于比如说爱这些你的饲养的宠物 那么持续呢 有跟这个天自然有很好的互动 那么也认知到说一些不平衡的状态 那么身体的话呢 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从科技上也认知到 怎么样有一个不平衡的现象 然后有任何的主要症状发生之前 你就能够先来治疗或甚至于预防 所以你内部呢 必须要能够有这样的感知力 那么再讲一下比较跟西方的这个医学概念比较 西方的话呢 讲到这个个人的力量的话呢 也就是说在圣经上 比如说创世纪都讲到 我们要怎么样控制生物跟自然 但是心身心呢 在西方是讲是分开的 就是灵魂的纯洁 身体是不纯洁的 是弱的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 另外的话呢 西方是说我们呢 各个部分是隔离的 那但是呢 我们道学是把整个的身体是认 看成是一体的 所以你看到右边这样的一个图像 西方的话 它是觉得是分开的 东方是觉得是整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边就像一台机器一样的 要必须相互相的结合 互相的互动 它才能够能够维持的非常的好 那么在西方的话 疾病是认为是一个战斗 是外界来亲入侵的一个力量 这是差别 我们来看八个不同的方法 看他们在西方跟东方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差异感 那么西方的话可能是没有这个养生的这个概念 那东方是有养生的概念呢 是指的我们的各个部分是互相连接互动的 所以说我们有这样八个阶段 像金字塔一样的 最开始的话就是吐纳呼吸 那么呼吸的话呢 我们必须也是要有所练习的 做这样的一个吐纳 再来就是运动 运动其实呢 属于西方来讲的话是物理的治疗 那比如说我们去健身房啊等等这些 其实有的时候呢 也不见得能够增进你的这个健康 有的人可能会 他这个练习的肌肉练习的非常的过度 可是呢 他可能跟我们东方的比较温和的 比较一致性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练习是不一样的 另外气的这个导引 那么西方人可能比较不了解气怎么去导引 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所谓的心理学 那么静坐 静坐的话呢 我们在东方是可以呢 这个降低你的身体的身心的这个痛苦 那么西方是讲的这个压力的释放 这个疼痛的这个控制 那么饮食食疗 我们中方是讲就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这个复补性 那么这是很重要的 讲到的性 性大部分认为是负面的 但是它也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在东方 风水 风水在西方呢 可能认为是一种迷信的 有的时候会这么样来想 所以说这边有一些文化的分割 文化的差异 东方的观点讲到道学的观点讲到这边的话呢 就是说这边的整个的风水的观念是可以提出一些贡献 让西方能够逐渐了解 在道学里面呢 我们这个身体呢 有讲到了整个的这个圆容性 就是所谓的天元地方的这个概念 所以头部呢是圆的 身体脚是方的 这是天元地方 那么也就是跟身体的结构 跟天地的结构是一样的 所以呢天跟地要互动 那必须和谐 就像人的身体一样的 那这边呢 是一些医学的这个说法 那么我们必须讲说心 是我们这个这个整个控管的这个 掌管的人的这个居所 心灵的居所等等 那么讲到肺 肺的话呢 是讲到了所谓的 很以这个比喻成我们的各部会的 这个所的所在地 那么肝脏等等都有一些个说法 讲到了心脏 心是在这个道系统里都是主要的 那么是一个管制的一个系统的中心 那么心理呢 是我们有听到了很多这个功能的主导的所在 那么其他的这个简报上也讲到了这个部分 那么它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它是这个精神的所在 就是我们的心脏 讲到了对于我们的慈悲 对于博爱 对于容忍 都是从这边所出发的 那么还有要一个稳定的新的这样的一个 律动 那么这都是一个内部的这一个修行的工作 那么我们从这边可以得到比较强的免疫的系统 比较高的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对称性 所以说呢内部呢 要做得好的话就会有非常坚强的 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能量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所以说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同步的这样一个波 那么这个同步的波的话呢 它如果做得很好的话 从身体里头呢 可以发展出来传播到其他的人 其他的地方去到全世界 那么这个甚至于到宇宙 所以道学的系统的想法呢 是由有一些现代的物理学家 有这实验所支持的 那么他们讲呢 有一些很高能量的这个宇宙的能量呢 有出现过在宇宙的早期 在大爆炸之后呢 之后呢 有越来一直在冷却的流程当中 他非常成功的降低的能阶能的状态 那么还有一个很高的对称的持续整合转移的状态 在这个宇宙上 那么同时呢 我们有连接能量的各个不同的部分 那么我们呢 用了这个光子跟生子互相的连接互动 那么这些可能比光线来得更快 那这些呢 就是整个的呈现出我们今天的能量之所在 那么大家也可以来接触到这个能量的 当我们在练习修行的技巧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能够接触到非常安静的状态 然后非常专注的状态 就是我们慢慢在练习的修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跟宇宙融为一体 那么这些呢 跟这个我们的意图也是连接在一起的 那这边有一些对于人类意图的这个研究 在西方的文献上 有比如说Wayne Diner这个作者研究者呢 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意图的力量》2004年出版的 那么讲到整个的人类的意图所带来的这个力量 有哪一些它会带来能量的流动 那么我们有这个意图的话呢 让体内的能量能够发展出来 那么呢就像这个能量呢 这个在体内的机器滋润它 让它产生更大的力量 另外的话呢 还有其他的几本书 那么讲到了科学 讲到了科技的冒险等等 讲到了这个宇宙的改变 这些书都有 那么最后呢 我要讲到整个八个不同的方法 作为这个养生的技巧 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整合的系统 我用这样的一个八个部分的轮子 来代表这个八个部分的整合 每一个轮轴的话呢 代表其中一个部分 整合在一起呢 人在中间 宇宙是在这个周边 用这样的意思 我们把它分成八个部分的轴 动态的轴 有土纳 有练习 习就是身体的部分的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能量静坐是心的部分 那么就是修行的部分 食物还有跟人的互动 就是社会的部分 这又是一个部分 还有易经 风水就是自然 还有自然的互相的交流 持续的选择 那么这些呢 都会有狮跟蛇 然后就产生了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慈悲的心 以及仁爱的心 能够把正面的这个能量 散播出来到世界上 那因此 这个养生的技术 在道学上面的话呢 这是一种个人的 父权之后呢 让个人在中间 拓展到这一个宇宙 就是先照顾好自己 自己的健康等等 然后再散播出去 所以做结论的话呢 个人的修行呢 就像是在原意里头一样 那么它是一种养生的技术 在道学的这个传统上 有八个方法 那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这样的一个部分 然后有四个这个派别 那么经过身跟心 等个动态的流动 这样的一个气 创造一个内部外部的正向性 然后能够这个互相交流 在世界能够达到平衡 那因此这个关键的因素 在这边呢 就是说你可以控制的话呢 就是你的意图 你能够专注在你的意图 就能够连接到更高的宇宙的能量 比如说你要推动这个世界和平 像维先生教所做的 那么也就是在这方面的努力 谢谢 谢谢孔立伟教授精彩的演讲 接下来我们邀请中央研究院 李丰茂院士来为我们做主题演讲 本人禅师我们国际的学者 以及在座各位贵宾 维心圣教对于疫经跟风水 有相当的创发 今天呢 我在园医校长之外 我来从疫道疫经跟修行 这个角度来做说明 单道的实践方面呢 有三个主要的观念 多跟疫经有关系 第一个是后天气的气 跟先天气的气 那这个所谓的气意识 在先后出来以后来表达 从一般的气功到专门修行的单道 这是第一个观念 第二个观念呢 顺与逆 顺则生人逆则成仙 这个在过去 也都是从疫经的哲理里面 发展出来的 那最后一个观念 就是后天跟先天 这个是很明显的 跟疫的像数学也有关系 特别强调了取坎填礼 从存粮放为先天 那我用三个观念来说明 所谓的道教的 这个所谓的修行的方法 跟疫经的关系 那这边我很快的带过去 就是我以下的说明 是基于我个人的实践经验 也是跟我一样的 有很多人从事这方面的体验 所以它不是一种纯理论的 而是实践的 那我个人呢 从太极权到单道 乃至于呢 跟几个不同的派避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 修行的经验跟艺礼的体会 它是有关联的 那第一个部分呢 说到这个先天跟后天呢 它是一个图像艺的一个实用 一个发展一个体用 那万古丹精之组的这个参同器里面 它就提出了所谓的先天的挂位 它根据先天的挂位来建立它的一个基础 然后透过后天挂位的坎礼来作为一个修炼的程序 可以说呢 为博养的参同器呢 建立了一个先天与后天结合的一个修行的一个体用 后来的对于参同器的注解 几乎就是扣的这个部分来发展的 所以艺经风水可以说 它的艺经的部分对于丹道修炼呢 可以说有直接的影响 到了宋元的这些丹道家 对于图像艺的发展 它可以说就是把道教的各个不同的经派 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第一个经派呢 就是上京经派里面呢 它那时候还用的是后天挂 领保经派呢 用的也还是后天挂 但是到了唐代道士呢 它就逐渐的把后天挂呢 使用在各个部分 而且开始从练外丹 逐渐的向内丹来发展 一个发展的关键呢 就是成团提出的先天意 特别是意图 这个意图 那么成团它在伐山 发展出的这个先天意学 而且有整个传授的过程 这个过程在宋元的经典 从证实到道教的经典里面 都有很清楚的记载 另外一个部分是 它不但有发展 而且呢也形成的 有一定的一个传承的谱系 那在这个阶段里面 有很重大的一个改变 也重大的文化冲击 就是道家道教的图像意 跟儒家的理学之间呢 有一个冲击 那儒家的 就是新儒学里面的理学家 他们跟成团之间呢 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 不然就要说在北宋的理学物质 从周敦仪到成仪二臣 他们都跟单道的经典 有微妙的关系 这个部分啊 通常台湾的做新儒学的 都不太愿意的正面的来面对 他们认为儒学本身就有独立的发展 事实上你看周敦仪他曾经读过 所谓的殷真君丹绝 这个殷真君界 就是殷真君的丹绝 那周敦仪他读过丹绝 成语呢 在赫少瑶夫少庸的这一首诗里面 也提到他跟什么道家的这种关系 道教的关系 可以说理学家他跟先天意图 有非常文明的关系 在北宋五子当中 从周敦仪到二臣 特别是邵雍 可以说有很具体的关系 那邵雍他跟这个图像意 跟陈希宇的意图的关系 特别是在他的儿子邵伯温 提过好几次 那邵伯温在京士辩货里面呢 提到说 陈团陈希宇的图像意 他不是不必用文字来解说 他只用的意图里面就有阴阳之教 他的要妙就是用的挂的生变 挂的生变 邵伯温在另外的意学辩货里面 重复的又讲了这一段话 然后在他提到说 他的父亲在传授的时候呢 他论为说有唯妙辩通是他自得的 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吸收了陈团的图像意 那在就官物外偏里面的这个先天图 到底他传至什么人 这可以说是一个公案 那这里面呢 我就引用的黄吉京士的官物外偏里面 他一直反复的出现先天跟后天 先天指的是新 后天指的是新的用 就是基 那这里面先天跟后天都是从土开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换句话说 理学家所用的这个所谓的先天 他的太极图是跟成团的医学有关系 甚至于包括顺与逆 在他的什么呢 官物外偏里面呢 都有一些说明 先天的新跟基 到实践上的顺跟逆 造庸的官物外偏里面呢 都很具体的使用的这个医学的发展 那特别是把新性的问题结合在一起 那么从道家道教的新性乃至于后来 道教的很多的法门 他们开始把先天跟后天做得很具体的结合 换句话说除了道教的先天后天 加上图像艺的激发 也受到了理学家 也受到了理学家向少庸他们对于先天意图的发展 最后呢融合在单道的发展当中 那么这里面从白玉禅的性命之徒 到了崔西范的路要静的先天气跟后天气 到王界的他的姓说 把这个姓呢 说明是一个先天一点之灵 是身中的心中的这个元气 那从这边我们就可以证明 单道的发展到了宋元时期 已经融合的意图 也受到了理学家的他的什么呢 这个先天土的激发 同时持续以单道的本体 在发展他的性命双修 那么这边呢 我就引用了这些句子来说明 他的性命双修 从一般的气功的气进一步发展到先天的气 而且特别成为一种元意识 就是成为元性元神 那这边呢我引用的有李道纯 李道纯陆西星一直到了金丹四百字 换句话说从一般的精气神 赋以元意识以后成为元经元气元神 元经跟一般的 一般的盈意手感之间不同 元气跟一般的口鼻呼吸之气不同 元神跟一般的心意念律之神不同 换句话说道教根据的元意识 把一般的气功的气把它导向的单道发展的气 这可以说是在宋元时期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 而这样的发展是经过了变通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在单道修行上的创建 第一个方式同一个方式就是把原来的单经 比如说周易贪同气透过他的发飞 把先天一气跟这个金丹之母做的结合 这种先天气的发展也同样的出现在王阶的队移 露药境的注解 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根据单经 包括周易贪同气 包括露药境 然后来透过注解的方式 把先天气跟后天气来做了一个说明 道教认为单道认为只有把先天气的发展 在人的体内能够进一步的来发挥 才能够达到真正的修炼 可以说意图的发展激发了单道发展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样的一种发展到了清代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因为前面已经有了易经之主 不管是参同气 不管是露药境 同时也有了注解 这时候出现了第三种发展的一个阶段 就是用语录 就是师父跟徒弟之间透过问答的方式 直接传达修行经验 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发展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语录题这个阶段 这里面我引用的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黄炎吉他的乐益堂语录 黄炎吉他是一个游方的一个修行的单家 到了四川在乐益堂传授单法 在这传授的过程当中 这种情形真的很像那个本能禅师跟弟子一样 跟闲事一样 就是你在这个什么实践的过程当中 你出现了什么问题 你直接来问师父 师父也针对你的问题来加以说明 那这种记录下来的就是语录题 所以像什么呢像维新道帐里面其实都是属于广义的语录题 这个语录题呢最有代表的就是乐益堂语录 那这部语录题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在临初的陈英灵原顿指 他针对这部语录语录题一定什么呢 对文笔比较不整齐 手记的事情一再的会重复 所以他就把这个乐益堂语录呢 加以提要勾选 就是从里面选取一些出来最关键的 其实这个也是我对于维生证教的一个建议 就是师父讲的非常多 根据对不同的人来说明 但是如果你这么多没办法读 道章没办法读 所以一定要提要勾选 他就是很好的例子 那陈英灵当时呢已经做了四章 但是还没有全部做完 到了台湾以后 陈英灵的弟子到了台湾 其中有一个隐先派 继续的把陈英灵没有做完的 继续把它做完 这一本书就称为叫做 隐先派单绝只要 换句话说 一经风水 师父讲的一经风水 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类似像 一经风水只要这样的书 因为只有这样的书 经过语录的选集 然后才方便 每个人看方便翻译成为英文 这个同样的一个过程 那你看这里面 他把那个前面讲的先天跟后天 透过实际的修论 所以先天后天从意图的题 到了用 到了实践上的过程 这中间通通在语录题里面有记载 前面两条是乐意堂语录里面所提到的 完全都是学生修行之后来问黄元吉 这样的现象要怎么解决 所以他不是理论的 他是在把先后天气在身体里面的修炼 发生问题以后 然后来问 比如说单道用单顶来表达 你所有身上的反应都称为叫真火真药 你身上有了那个药苗 有了这个药 这个药要怎么样去做 你的呼吸出现了抬起的这个状态 这已经进入先天了 那这样的先天的状态 它到底是什么状态 所以他讲 清静自然美妙无比 以及真一之气长于各中 换句话说 从后天进入先天以后 你就会感觉清静自然美妙无比的这样的经验 然后这样的经验到了台湾的这一代里面 它特别又从道德经的讲义里面 又把这一段又录出来 这一种的清静自然美妙无比的这个现象 就是第三堂的火指使的现象 这时候就不是后天的气 而是先天气的一个运用 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个什么呢 单道的修炼的先后天气 透过语录体的问答的方式 然后可以很快的能够指出问题的所在 然后我自己的修炼 拜师修炼的经验 就是隆门中的王来静先生 他在一样的也透过 你看叫做修单问答 都是问答体 问答就是余路体 然后他在黄龙单念 整理单念的课程上的问答 就把这样的经验 他论为所有这样的宝贵的经验 第三点 如何以科学的方法证实它的存在 无论是后天转到先天的这样的经验 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证实它的存在 所以下面我引用一个修单问答里面的一个例子 人家问说 那你先天最后要结单 结单以后是什么一种现象 他说内单是人体真气的凝聚状态 就好像一个团状一样的 颜色是金黄色 淡黄色 玉白色 所以内单的修成就好像一个和反应堆一样的 有极大的能量 那这一种到家的修炼结单的一个很高的境界 可以透过科学的方法来做说明 这是第一个 用科学的方法来了解 什么叫做先天气修炼的结果 第二个是把一些密传的东西把它公开化 把丘族密传大丹子族的抄本 经过教证以后 然后呢成为一个公开传世的本质 这种情形就跟本人禅师师父一样的 把易经特别是风水从密传到公开 因为你只有经过公开传世以后 才能够迎合当代社会的需求 所以我的一个疑因一个结论就是 易经是我们的中华文化的基因库 它可以用在风水 可以用在修行 而且任何一个易学里面的观念 会不断的发展 在道家里面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也不断的受到了新儒家易学的冲击 而这样的冲击的结果 最后什么呢 更重要的态度 我们现在的跟西方的科学相遇 encounter以后 我们就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单诀密传的经验 能够跟西方科技接触 能够并出火花 能够把这样的经验透过科学的方法 师父讲的骨质经用 只有骨质经用 单道跟易学的结合 才能够代表当代的一个大的趋势 所以我以此来庆贺 易经风水 这样的骨质经用 也就是代表了当代的一个大的趋势 以此恭贺17届的倒雪会议 能够圆满成功 谢谢 谢谢